剛剛詹老師已經把這詞人的背景 其實有做詳細的說明 我個人大概長期是比較從事環境運動 以環境保護的角度去看很多的開發案 當然如果覺得有一些開發案 環境通過的就比較草算 這個開發案本身也認為可能違反了一些環境爭議 或者他選擇的區域不太適合的話 那當然就會去提起一些行政訴訟 想辦法去撤銷環評 撤銷徵收 想盡各種我可以協助的方式去組長這樣的開發案 那所以當然就是說一邊在做這樣的運動 當然也會自己不斷不斷地去反思說 那經濟跟環保之間的那個界線 或者它的平衡點應該要放在哪裡 應該怎麼去拿捏 那其實今天下午那個是新北市教育局 大概也有做了一個那個小學老師的那個公民教育 那我去講的時候大概我也是從這個議題來講 那我想就是說以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的這樣子一個 就是說到底要如何去找出一個平衡點 我們不管從憲法的那個徵收談第十條第二項 講說應該監頭併僱也好 以及環境基本法第三條 講說原則上要兼顧 但是如果當經濟或科技 以及社會發展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時候 那要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這樣的程度其實我們怎麼樣去看 那就我個人的理解我想就是說 或許應該隨著時代的不一樣 對人民的感覺會不一樣 或者人們期待那個平衡點 放的點會不太一樣 那如果我們回到那個四五十年前以來 就需要就是說 普遍我們的生活比較窮困 要以溫飽為最優勤的情況之下 或許那時候我們對於經濟發展的需求 可能會比較高 所以那時候要把環境保護 那個就是說平衡點 可能就會環境保護會放的比較稍微後面一點 可是當這幾十年來慢慢的經濟發展 那台灣也有過所謂的經濟發展期間的歷史 那一直到現在大家一般的那個 生活比較孤獨 收入比較穩定 溫飽沒有問題的時候 可能開始要追求的是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那其實我們回過頭去講 經濟發展 它的核 一般我們常常講 很多的重大建設的目的就是要經濟發展 要增加GDP 要促進就業 要增加稅收 但是給我個人的看 那些都不是目的 那些也都只是手段而已 它的核心目的還是要讓人過得好 那其實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其實它跟環境保護一點都沒有衝突 但是常常呢 環境保護都會被政府 或者大型企業常常 寫說環境保護是經濟發展的半角色 但其實應該不是 環境保護也是要讓我們的環境比較好 讓我們人可以過得比較好 那經濟發展也是要讓我們過得好 我們直接就從人的角度來看 其實理論這兩個應該是殊途同歸 目標應該是一致 但是為什麼會常常會對立 那當然這一步或許就是在於後面可能要 後面幾步可能會要去面對 就是說那剩下的一些分配正義的問題 如果過去的經濟發展都太過偏向 就是所有的利益 經濟發展成果它的利益 都是大股東拿走的 那大股東不是那些董店師 那小股東可能只會配到一點點勞工 可能要受到嚴重的壓榨剝削 然後接下來污染的產生的這種外部成本 都讓一般的公民來 周邊的居民來承擔 那甚至政府還要納稅人去做很多的那種 租稅上面的優惠補貼 是因為這樣子的那個不正義的結果 那可能就會讓大家對很多的開發案 做比較嚴格的去檢視 那我們從這樣的角度回過頭 我們就來看今天的這個議題 就是說PM2.5就是從這個台中的 科學園區的那個台中園區的那個擴建案 因為主要當然是在引進那個台積線 那當然也還包含了那個 應該是巨大的 怎樣做的那個全球營運總部 也會設在那個地方 從這樣一個案子來看 那我 我也曾經擔任過環境委員 那主要當然是在做環境運動 那我在看這個議題的時候 因為 別的事情很忙 主要這個因為事情在擴展是在中部 那因為 就是說我 從我以前在 當環境委員在審查那個中科三期 關於很高度爭議的那個 七星基地的那個案件 以及後來在當 面正部區域計劃委員在審那個 中科四期的那個案件的時候 我用那樣子 當初累積的一些那個吸收到的一些知識 我一直在看這個議題 可是我 從旁邊去觀察環保團體 對這個議題的論述 其實 其實一直的不斷的在變 那一開始 當然最容易打的那個主軸 也就是以說 其實如剛剛 單教授所講的 那個空氣污染已經超標 空氣污染已經超標的那個方式 就想那個地方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也沒有那個過高 所以這個案子似乎 似乎不適合在那個 不應該在擴建 那要進入這個背景之前 因為大家可能後來 可能後面聽聽 大家可能會很意外的 我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那曾經也是長期跟我打對到 那個環保署的訴訟代理律師 有時候我們要等開始 然後就問我說 我看了你幾 那個寫在瘋傳媒的一兩篇文章 我很訝異你怎麼 在中科台中園區的擴建案 好像跟過去中科三幾四起的 持的立場好像不太一樣 那我等一下就順便一起來 來談這樣的問題 對不起我先回家 我是滴魯講了還多久 二十分鐘好 那我要拜見 那這個案子的背景 當然就是剛才所謂的台積電 那台積電它所謂的 它是以台灣來講 它現在當然是一個 少數它的企業競爭力 可以跟英特爾 可以跟三星競爭的 那它甚至跟我們的面板的那個 光電面板的技術 完全是受控於日本 韓國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從這樣子的角度 就是說我們來看說 那台灣如果以現在來講 我們不可能完全跳脫 就是說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產業政策沒有任何經濟發展 那台積電它是不是 我們所需要的這種有 全世界領先和經濟的企業 如果這是我們要的 但是它這樣社長面臨的環境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思考跟一個高 完全是高污染低競爭力低效益的企業的時候 我們對待的角度是什麼 那這是第一個我要思考的那個點 那當然後來它這個環境通過了 那我剛剛講過的 那我從那角度去騎 那我就開始關心這個案子的時候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剛剛提到的 當地環保專家一開始主打的時候 這個地方空氣品質很差 那個PM2.5進場超標 中科不應該再擴建 那我第一個產生疑問就是說 當地的空氣品質超標 這轉量管制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 或者如何來形塑一個公民團體的壓力 讓這個背景可不可以讓它降下來 那我們說很多的重大企業的投資都需要 對企業要提升污染房子的時候 需要經濟誘因 那給政府壓力的時候 相對來講是不是政府也需要 就是說我們給它的壓力要不要大 另外就是說政府 我們從另外一個面向的思考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給政府四處的誘因 也就是說我的思考角度都變成說 如果當地的空氣品質是很差 但是台積電可能是一個台灣 不應該讓它離開的一個企業 相信中央到地方都會支持台積電 如果環保團體可不可以用一個說 我們用大家一起支持台積電 這樣子的運動 我不來反對這個案子 但是中央政府 環保署 經濟部 或者科技部 以及地方政府 你可以提供怎麼樣子的誘因 我給它的誘因說 我不反對台積電在這裡擴散 但是我要跟你談條件 你要幫我做到什麼事情 最好的條件是 如何群測群力的讓當地的空氣品質 可以大幅降下來 如果因為是PF.5經濟超標 我要求大家群測群力去降20% 背景值降20%下來 這個案子到底它可以增量多少 假設增量5%或10% 我還可以讓背景值減量20% 是不是有降低的群減風險 我的思考的邏輯大概是同樣的 如剛端老師所講的 其實當地的主要的空氣品質 它的主要來源 第一個境外移入 尤其是對岸中國 大概有差不多三層 再來就是固定污染源 當地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台中火力荒天廠跟中榮鋼鐵 都是在台中港區離那邊不遠 剛好擴散模式 按照中信大學環工系的專門導師的模擬 也是受影響的主要的範圍 再來當然就是移動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大概有將近三層 主要是這幾個面向污染 台積電它是一個晶能代工的製產 其實就我以前當朋友的理解 它最大的問題應該來自於 耗水 然後它自成產生的污水 污水裡面可能因為有 晶能的石科 可能比較多的重金石在那裡 當然用揮發性的有機溶劑 去石科的結果 因為它揮發性高 確實有一些會散意到空氣中 也可能因此跟自然環境 在經過交際作用之後 會產生一些隱身性的污染 那這些也會形成玄武為例 但是這部分的比例 我們可不可以來算一算 到底會是多少 那我覺得就是說 要看一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對正效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當地發放商量體 以空氣品質的超標 尤其是平衡檔 這個問題在台中的擴建 好像有一點打擊錯誤 第一是一開始他們是降降 那後來他們可能有一點 發現說降降降好像不太對 所以後來就改口說 對 因為它的用電需要用到 台中華麗化電廠的11%的電 也就是說超過一部機組 那你現在才有10部機組 那所以因為高耗電 那因為它用藍綿化電 所以一樣會造成的 像剛剛張老師說講的 那因為會增加到一部機組的用電的時候 都一樣會製造更多的污染 那這樣講 言之成禮 但是一樣 如果我們可以直接從 台中華麗化電廠 要求它用不同的旗程 那這一部是不是有可能 結合了台中市政府 經濟部和經濟部 一起來要求說 那如何的讓它去做一些減量 台中華麗化電廠 我們說以五到八年 從初步的 看現在要事情 要不要禁燒生煤石油膠 以及說兩部兩部機組為期 分五到八年的時間 我們把十部機組 逐漸的開換成天然氣 這樣子有沒有可能大幅的降低 它的火力發電 就是說所產生的這種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再來 汽機車的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 尤其從機車開始慢慢的 也是分期成的 逐漸去開換成電動車 這樣子有沒有可能大幅的降低 所以當中空氣污染品的問題 那當然台中華麗化電廠 它因為它是一個機載的用電 所以其實如果它的華麗化電廠的使用 就是說即便台電它用了 就是說台積電進來 用電量看起來增加很多 但是其實台積電 理論上它有沒有來 台中華麗化電廠作為一個機載電力 實際上它的發電的電量 不一定因質而隨著降 或者因為降低 可能只是其他的備載電力 在別的地方本來沒有台積電的用電 火動華麗化電廠的供應 可以供應到其他地方 但是因為台積電用電 拿走了這個電力以後 其他的備用電力可能會因質而 需要去使用 使用到可能污染 會說是主要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當然 理論上不應該從整個區域來講 但是至少我們就應該從這樣去理解說 如果當地環保專頁在乎的是 空氣污染這樣一個異體的話 那應該是從全面性的這個污染 其實台中港區就剛剛講的 以火力化電廠跟縱容鋼鐵為主 如果厚禮的話 其實就是風興鋼鐵 陣容紙廠跟厚禮文化圖是要這幾個 應該主要是要從這個地方講 如果是科學區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主要應該是關注的是它的污水 這是我個人比較看的部分 那不是說 璇弧微粒的部分 細璇弧微粒沒有 只是它的項比例應該是比較少 那這是後來它講的部分 那其實後來他們認為說 因為台積電是高耗電 所以會因為這樣子要增加火力發電的發電量 所以一樣會造成空氣污染 那其實這部分我們後來 嘗試的想要跟中科管理去談說 那有沒有可能請中 因為台積電設置很改 可不可以再跟台積電談說 那可不可以呢 請台積電做出一個承諾 它用50%的用電 請它指定要買綠能發電指定 付出比較高的電項 但是剛剛跟台積電簽了約 我們不知道台積電是不是真的供給它綠能 那我們希望這部分 有沒有可能做資訊公開的方式呢 讓公民團體有機會來監督跟盤談這一部分 那其實我 但這個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我為了處理這個事情 我大概在農曆過完年的第一天 2月24號就去台中市政府跟他們 就是要去拜會他們 後來出來跟我們碰面的是那個 副市長張光瑤 那另外一個呢 是在中科三期被我們修理的 本來是當初是中科管理局的副局長郭昆明 那現在是當那個台中市的副秘書長 那但是大家就出來跟我們談這樣事情 那其實台中市政府本來是願意全力配合 所以後來他們現在也在加緊的 要放讓台中港區的那個 那些污染物能可以盡快的 定義製作條件讓它降下 那台積電的部分其實 就是說跟中科管理局也 就是說願意跟台積電去協調 有沒有可能才綠能 那這部分現在目前是還沒定案 那主要當然是因為中科 中部的環保管理打得很緊 而且腳步很快 因為加上那個 那個有人要選舉的關係 所以這很快的進到行政訴訟 但這個事情有點卡住 沒有辦法 這部分其實我們要彈下去 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惜 那健康風險評估的部分呢 真的很在意 那其實這部分 中科跟台積電 其實市政府也都願意 他們其實現在好像已經從工務基金 要編列一些監測跟要做預算 其實說那長期的大家 再繼續做一些最終監測的那個調查 那因為之前主打工務 後來發現有一些問題都 那現在當然就開始講那個 擴電區的那個樹的問題 那是不是從道理裡面有幾棵樹 到一棵樹都不能少 要全部移植 那其實大家知道嗎 那個地方 樹呢 所以說到底有幾萬棵 我想見能見識大家一棵棵點 有時候也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可是那邊主要的樹種 最多的是什麼 相思樹跟榮樹 那我們其實要問說 這兩種樹有移植的價值嗎 其實如果裡面有比較少的 比較重要的一些樹 其實可能值得去移植 但是如果相思樹 它其實在那邊生長得很快 那這樣這一種的樹 有沒有需要去移植 那以前就是 比較 在經濟比較不好的那個年代 其實它都是一些比較 那個窮苦人家拿來做 燒 砍下來做燒殘的那個工具 其實它的生長非常的快速 那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那個 屬於比較耐乾看的一個樹種 它有沒有必要做 做為全部移植的那個標 尤其如果是海 尤其是比較小的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 比較珍貴的樹種 或者其他的樹種 或者比較大的老樹 當然是應該要移植 但是有沒有需要全面的移植 這樣的樹種 到底合不合理 如果傳出去台灣說 為了一個科學人區 尤其為產經濟的擴建 然後需要全部移 一棵都不能去移植相思樹 這樣子的話傳出去 尤其我們的財政這麼結局 要用那麼多的昂貴的錢 去移植相思樹 會不會是植物界的一個笑話 這個我不知道 其實是可以值得探究的 那當然後面就是一樣 是講健康風險跟電的問題 這其實剛剛我們也有講過 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講說重金土生的含量 那他們說 從過去的幾個學術研究 跟中國藥學人研究 好像剛記得生的含量好像不小 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就詳細的去把它了解 就是說在這個案子裡面 台積鏈擴建 它的製成一年會用到五公斤的生 那五公斤的生 不是不可能全部都揮號去 因為它用在製成 所以有很多會附著在它的產品裡面 那這裡面到底透過揮號性的溶劑之後 有多少會上一道空中 那既有背景的生 到底是不是都是科學人區 釋放出來還是有其他的管道 譬如說 有很多的電鎖廠 電鎖廠是以拱集中 或者有其他的污染源 以及包含濕化廠 鋼鐵廠 其實應該要詳細調查 那該不該全部都把它算到 有測到背景 有測到生的含量偏高 那就把它完全算到科學人區 這樣子到底公不公平 到底是不是實質求是 我覺得也是值得去考慮 我個人大概做環境運動 我都希望說 是有紮紮實實的基礎資料 紮紮實實的資料 我再來談 我要贊成我要反 或者我要提出怎麼樣的對策 我大概都不喜歡用猜的那個方式 我想簡單的大概提到這樣 其實像這種其他的生態調查的問題 其實第一時間 環境運動部 他們都說環境調查不確實 那我就有希望 就有去要求 我現在在中科管理局 可以講說不打不詳識的 我們從中科三期一直告 然後打到中科四期之後 現在其實有一些事情 還是可以溝通 傳訪 就是說我們希望你 如果不要再重蹈三十幾個覆策 我希望你們 譬如在這個案子裡面 希望你們可不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不做什麼 讓當地的環環局比較適宜 我大概用這樣的角度去跟他們談 其實中科管理局 有一些大概都會接受 譬如生態調查他們就有問題 我曾經在第一時間環環通過之後 建議他們再去找 當地那個 台灣生態學會的老師 要不要請他做補調查 可是後來 第一時間他們拒絕 那最近突然間又想要進去 那 最近一年間雙方變得很尖銳 大概就 對方也不敢答應 我也不敢再去傳話 因為我怕他們一進去 是要發達那個園區 那我這樣講 雙方兩面會不適人 但是其實健康風險評估的部分 其實中科管理是 承諾 他們是大意 那其實那個台中市 也代言說他們都想要共同的來 對周飛的居民來調查 但是現在可能就是 環保團體不管開出什麼條件 跟他們講 他們都不買單 其實在上禮拜 那個中興大學 大概有幾個老師 也有邀當地的環保團體 跟我一起去談說 那大家有沒有共創 環境保護跟進行發展 雙贏的方式 一起談一下 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個對策 包含一樣就是以 用台積的擴廠 對國家很重要的這樣誘因 逼得台中市政府都要買單 科技部都要買單 經濟部可能都要買單 很多事情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空汙的減量的集成 以及健康風的各方面的 但是現在比較可惜 現在可能是當地的環保團體非常的堅持 他們就覺得說 反正那些都是那種的 我們不管 我們現在當地的空氣比則很糟 那我說我們就還在中科擴減 那其實讓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說 去年3.18之後呢 各種的正義都被喊 就是說 不管是正義的音量喊很大 但是至少也獲得相當大的支持跟共鳴 那我很期待就是說 好不容易環境正義也被看得比較重視 那但是如果環保團體過於激 或者過於行而善 而沒有很固實的實施求是的話 搞不好很快這個好不容易萌芽出來 這個環境正義很快就會又重新枯萎掉 這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 遺憾就會比較可惜 一直嘗試努力想要溝通 拉近衝好近 但是後來沒有成功的地方 好那我想 真的這個議題的背景說明 以及我個人對這方面的態度 大家就請來跟大家非常認真 謝謝